11月17号据港媒报道 本月10号退伍的韩国天团BIG BAN成员大成 今年7月在当兵期间被曝在江南的物业内 有人运营非法娱乐场所所属的Y7事务所 声称他在购入大楼后不久会入午餐军 所以并不知道有人在大楼内开设为客人安排性交易的非法娱乐场所 但地产业人士及夜店负责人就质疑大成不可能不知情 而警方几个月内因为大成还在军队内 未能传召他调查 今日就有消息指警方计划在院内传召大成到警署接受调查 此外还没指现实该位于江南区押欧亭的大楼 除了一楼和四楼的咖啡店及诊所外 其他楼层的店铺都已经撤走 今日亦有拆除的工程正在进行中 因为今天是星期日诊所并没有营业 所以大楼内只传出装修的声音